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近日张子怡和萨贝宁在综艺舞台异常活跃 日前有记者拍到两人一起吃饭的照片 不过此后却撞见他们分别惠蜜友 张子怡更是深夜些神秘男同返别墅 据之前的事透露 张子怡和萨贝宁的恋情得到了张子怡哥的认可 但张子怡的母亲却看不上他 认为萨贝宁和女儿的差距太大 还曾经让亲朋好友劝说张子怡改变主意 报道说萨贝宁之前的奥迪作家 出现在东风北桥某高档餐厅门口 不一会儿身穿黑色T恤的萨贝宁 快步走向奥迪汽车 他站在车前和这位女孩低声交谈 女孩面带微笑频频点头 接着他就开着奥迪车离去 而萨贝宁则坐上一辆mini Cooper汽车离去 当晚那位黑群女孩驾驶的奥迪 正是以前萨贝宁的座驾 萨贝宁和京伟相恋时 京伟也开过这辆车 报道说自从去年萨贝宁身价上涨之后 这辆奥迪就马放南山了 想不到如今已经换了主人 据报道 当晚媒体追赶萨贝宁的汽车未果 在路上偶遇张子怡以前乘坐的 保时捷凯验汽车 记者一路跟随汽车 进入顺义的新别墅 该别墅是张子怡刚刚入住不久 汽车停好后 一男一女下了汽车 那位女士身穿牛仔衬衣和黑色紧衫裤 外里抱着一只卷毛犬正是张子怡 然而那只卷毛犬 正是他和萨贝宁的恋情见证 开车的男士40岁左右戴着眼镜 张子怡放下爱犬 在小别墅的路上轻松的遛起狗来 而那位男士倒背双手和张子怡并肩同行 两人一边走一边开心的交谈 随后一起进入了别墅 直到凌晨1点多 那位男士都没有出门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